今天制作油画上光油,给作品刷油,先准备点打码树脂,加走大块选择小块树脂,倒入盐波,轻轻地捣碎,树枝比较脆,差不多成粉就可以了,将粉倒进罐子里,选取松节油,差不多比例1比1,再加入风辣,这样制作的上光油,光泽柔和且含蓄,搅和搅和,静置一周,油画必须干燥半年以上才可以刷光油, 取下溶解后的光油倒入容器里,按照金线均匀刷一遍,待干燥后再刷尾线即可,将画嵌入画框内,开始安装金属键,拧紧后再安装两侧的挂环 这幅油画镜物是以万圣节为主题进行创作,对光源进行的处理,更加突出主题南瓜,以酿酒葡萄和西梅为辅助布局,彰显画面的灵巧,并以暗色调进行处理,给画面带来足够的神秘气氛,同时画有青蛙和敲行虫,寓意瓦生一片和光亮的隐喻,朋友们觉得不错给个爱心吧! 感谢观看